Lun Sang 江湖 游泳池 comme 平原新城看睡眠 两岁建设打图镇 高端至高小大凉 新城建设上水冰 这里是我们的鞋云小镇 也是北京市的市民特别喜欢的一个网红大地 这是我们的英雄特点的一个造型 特别可爱 后面是一个冰屋 市民也特别喜欢 我们在要处的提供 包括设施的布局 充分考虑了国际化的需求 这是理想的L9 空间比较大 屏幕也大 座位也很舒服 还配有冰箱 特别适合于一家人出行 我们区里面有三大产业布局 其中第一大就是新能源智能汽车 目前在我们区里面的整车企业 就有四家 还有九大汽车的研发中心 生产企业就更多了 150多家 我们正在通过各方面的措施 包括要素的配置 机构设施的完善提升 争取赶上下一个发展的高峰 我们的三大半导体 和我们的环境红电产业 也是重点发展的 第三大半导体 这块从装备到材料 到模具 到芯片 到封装 到检测 包括到下游的应用端 我们的布局的三大半导体 都是链条是完善的 我们为什么定环境红电 这个产业定位呢 因为我们首先是有机场 所以在这个机场上 发展起来的环境红电产业 现在发展势度非常好 我们现在正在建的工厂 就有十几家 我们区里面呢 承担了市里面的 两区建设和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要在我们的天竺综合保税区 要打造罕见病药品的保障先行区 就把市区上的各种跑的 那个罕见病的药品 先进口到我的保障区 窗户里面放着 一旦特定病药机构要有需求 就可能当天或者几天 就可能到达医院 到达这个患者的手里面 对患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福音 能辐射全国吧 辐射全国 全中国唯一的 鸽子在我们这里也是一几年 喂鸽子的人特别多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暖棚 它玻璃罩保温以外 还有这个暖风机 在商圈基本上 都有这些暖棚的这些设施 2024年值得期待的 有这么三件事 理想存电汽车工厂 在正义区投产 友谊医院在我们顺义区开枕 经历路高架 在我们顺义区开建 这些大事 都是跟老百姓的音速住行 密切相关的 值得大家期待 春节就马上要到了 我给各位视频朋友 推荐一款我们的圣意礼物 当然也是北京的礼物 公奖牛系列的文创酒 你看大家看看 这个是不是造型非常可爱 它那个酒分四款 颜色不同 生半尽从 现在上市时间不长 但是特别受年轻朋友们的喜爱 新人佳节即将来临 我代表顺义区 祝全市全国的朋友 在新的一年 牛济冲天 顺心顺意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